俗話說得好 有心插花 它花不開 無心插柳 它柳橙枝 今天的主題就是 不經意女生 她們的美都是個一萬 不過我們今天的這幾位 都是在不經意的時候 被人家拍到 然後意外的造成了這個轟動 好文藝喔 完全是招待喔 而且寫毛筆耶 好 安立 他寫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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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祥安祥 好 來 歡迎凱涵 凱涵 氣質喔 康哥好 大家好 妳好 哪有是氣質美女 哪有啦 還好啦 這樣有破功嗎 沒有 還沒 還好 等一下就會了 對 為什麼寫毛筆耶 參加一個節目 然後他們說要秀一下才藝 所以我就寫毛筆這樣 妳很會寫毛筆 有練過 有 以前小時候是寫第一名的 那這個 好厲害 妳爆紅 但是妳無所謂 我不知道 也不覺得我爆紅耶 因為其實我的工作是靠 手指頭跟舌頭 手指頭 那個工作其實 比較不會被發現 所以我不知道我有 對 他摸在小桶子 你只摸在小桶子 你摸在小桶子 你摸在小桶子 不要啦 什麼工作啊 什麼工作 我是一個電台DJ 對 講話跟 對 因為其實我也是自己節目的製作人 所以我很忙 所以自己要推那個 那個是要講靠嘴巴 不能說靠蛇 蛇餐蓮花啊 馬哥 蛇餐蓮花 蛇餐只是陰刀我們 對啦 蛇餐蓮花 不要亂想 想去哪裡 我們想到蛇餐蓮花 我們也是興奮 你看 電台的 是 你穿這樣子的電台 因為他發電 因為那個大家要抓寶 要抓寶 我覺得亂適合的 好可愛 你是哪一個電台 在亞洲電台 OK 他臉蠻蠻可愛的 不仔細看以為那是氣球 真的 很多人因為這張照片追蹤你 然後最後變成聽眾 有 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他是香港棄毒署的警員 是 對 然後他跟我一樣同性 那香港人他們都會 講話比較特別就是 他就叫我家姐 我本來剛開始想說 就是禮貌的回應 後來發現其實他是 是滿正常的人 不是那種很瘋狂的粉絲 然後他會注意到 我是因為他在等抓犯人的時候 對 他其實是 聽你的廣播 對 然後他很喜歡聽我介紹 我們華語的歌曲 因為他們聽廣東話聽多 其實他們很喜歡聽華語歌曲 然後我後來跟他熟了一點 我也問他 我說我每次看那個港片 港劇 然後你們就大陣仗 在那邊跟肩抓人真的嗎 他說演的都是真的 是 然後他也會 他也曾經跟我分享他的榮耀 就是他們企圖 也會拍照抓到犯人的照片 比如說就這樣子扣著他 對 然後他就把那個照片 用WhatsApp傳給我 分享給你 可是他這麼喜歡他會有困擾 是 他在收聽你的節目 在聽你講話的時候 然後就嫌犯出來 就來不及抓嗎 不能聽他 還沒聽完 今天跑過 你們 今天你們請 馬哥聽完再去 不會 因為這樣就抓人 或者這樣 不客服 來來來 白天啊 白天啊 還有一人能聽 OK 那 你有另類的流言 造成你的困擾 他的流言什麼東西困擾 是有一個他說他癌症末期 然後他還PO他插管的照片給我看 說我可不可以給他三張簽名照 然後我當然會覺得很同情 可是我不曉得我要不要回應 因為我怕他回應了又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那個 在監獄裡面的獄友 受刑人 對不起 受刑人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回應 他希望我去看他 那我至好在我的節目就是 當中應該他有在聽嘛 就是在空中祝福他 可是其實我也想請教一下 各位大哥 就是其實我是覺得 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是不是 對 其實我也很想要 發揮一點影響力 可以鼓勵他 溫暖他 可是我又怕我惹到奇怪的人 所以我都沒有回應了 你如果說知道寄照片 你寄標準的 宣傳照其實都OK 那個受刑人 你就直接跟他講 你不方便去看他 你就講明的 但是你會支持他 對啊 在空中這樣跟他 對 加油 每一句話他就會很溫暖 鼓勵一下就好 他很棒 可是為什麼 我們會在冰郎攤看到你 這個在龍潭的一個 很大的橋面比這個海大 然後那個 我那時候看到我嚇一跳 而且冰郎攤的那個店名 就叫做 羞答答 我就覺得是什麼東西 羞答答 羞答答 你都覺得很好笑 不是 你怎麼會拍 這麼性感的照片 那個是男人幫 對 男人幫 他們就把我照片拿去用 可以嗎 其實這是可以告的 其實這可以告 這侵犯漫權 以前就有這種事了 不是只有你 你可以這樣使用 剛剛那個也是 就是他用你的照片 都可以告的 同個照片也被這樣用過 你什麼地方 這麼晃嗎 對 是 什麼地方風趣 要賣什麼弄成這樣 沒有 以前最踩的就是很多 很多女明星都被弄到摩托車後面 打泥板 可是那個年代是不新這種 其實是可以告的 對 沒有 那個年代不新這個 你告人家說你怎麼好告的 對 人家讓你紅你還不好嗎 那你是開心還是怎麼辦 剛剛是 其實百味雜陳耶 覺得很好笑 可是又有一點不高興 那我有一個律師朋友 就幫我寫純正信函給他們 寫了之後火樹拆下 對 然後最近是那個賴明威 那個歌手 玉命 玉命就是我好朋友 他跟我說他家附近大溪 又有 又有了 豆干 對 那你就 這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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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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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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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一下你 你有沒有男朋友 有喜歡的人 有喜歡的人是哪一類型 就是他個性怎麼樣 是開朗的 我希望他有康哥的個性 然後有 對嗎 我覺得很MAN啊 然後屈哥的住家 然後 屈哥其實在家裡很無聊喔 鴻哥的臉吧 對 這樣 鴻哥在家裡 鴻哥的臉是不行的 鴻哥是不是可以亂開玩笑的 康哥 不用講到那麼清楚好不好 可是他的意思是這個意思 鴻哥 我記得你很會 你有一集你很會喝 你說什麼 左三杯 右三杯 我要瑪利歐的左用三杯 都是誰打快的 對 好 回顧一下 對 喝酒說 喝酒來啊 真的朋友 謝謝 真的朋友 來 一起進去吧 好 辛苦你 我之前你還 不是 你拍便秘的廣告 也抱 我坐在馬桶上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只是想說拍廣告 就是打工賺錢嘛 然後我也很怕說 臂密會不會很醜 可是導演就跟我說 會很美 會把你的長髮脆飄飄 結果就是很生理的那邊 痛苦 痛有痛苦 去看 然後那個就上表特 其實那很糗 這不是你 真的漂亮啊 很厲害 還是美啊 還是美啦 還是好看啦 那你現在 我被笑很久 你現在電台那個時段是什麼 什麼時候 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兩點到五點 九二點七嗎 對 天橋下說書 原來是你喔 天橋下說書 哪有 康哥聽過嗎 我開車我都會一直聽 我很喜歡聽收音機 真的喔 最好是 真的啊 我那天去買收音機 還被人家笑 現在又買收音機 現在沒有人在買 純收音機 沒有 小收音機 現在都是很多 都是那個什麼 藍芽的 藍芽的 小收音機 那你要用手機去 接 接 網路 那很煩嘛 那兩個 那我就一直問說 收音機 收音機 他們說 你要買收音機 應該是在那個什麼 然後介紹給我 都是那種 那種老兵用的 小小的 還有一個天線拉起來 榮種外面 對 附近 一場本來才很好用 我滿喜歡收音機 有的時候 因為收音機 你就不用麻煩 反正它就會一直 幫你放音樂 是 像我喜歡曬太陽 你要手已經 很麻煩 有 然後還要去弄手機 這邊弄來弄就很麻煩 所以我很喜歡收音機 收音機很棒 下午兩點到五點 是 有一段的說書 是來自於這個節目 因為你們曾經有 就是有討論什麼 爐蛇什麼之類對不對 那我就想到這個梗 我就說 人如果沒有夢想 跟鹹魚有什麼兩樣 但是我們都想要鹹魚翻身 但你們有沒有想過 那是真的 對 所以三位鹹魚 就不要想那麼多了 可以配周 就是節目會講這一類的東西 是 還有三號 謝謝 請坐 謝謝